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功课可以看视频 总上的资讯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啊 首先从这个手型来看 是这个偏土形长啊 这个偏土中带水 因为这个手指还是非常的修长啊 指为龙长为虎啊 是指长得培啊 龙长虎短啊 这个所以说 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手型啊 从这个手掌的这个和手指的比例来看的话 刚才讲的是龙长虎短啊 手相是以龙长虎短啊 龙长虎短的人呢 一般指长得配 运势根基是不错的 再加上这个本身是土水极合的掌型啊 有土人的稳重传统啊 有水人的温柔啊 我们来看这个整个手指的状态 手指的状态啊 手指非常的修长啊 四指也是条达啊 非常的饱满 那么四指严丝合缝啊 能守财之进退 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质啊 那么土长人 我们刚才讲到了 土长人的一般呢 这个做事呢 稳重传统啊 而且呢 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具有探索精神啊 并且呢 土长人一般是一个典型的石干家的手相啊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掌型 我们刚才讲这个 这个手指啊 非常的修长啊 那么修长的手指呢 一般有水行人的特点啊 所以说土水结合的掌型 原因就在这里啊 有这种水人的温和啊 也有这个富有浪漫和艺术气息 那么从手指的形态来看的话 这个小指是尤其的修长啊 小指过三观的 到老不愁吃喝穿的 跟子女晚辈的缘分分成身后啊 晚年能享子孙福 那么十指呢 也不弱啊 十指和无名指啊 基本上都很长啊 包括中指啊 那么十指长的人呢 一般做事呢 非常有自信啊 有勇气 而且呢 野心和抱负也非常足啊 只是十指稍贱一点点缝隙啊 财运呢 会早难于前呢 会来的比较晚一些啊 这个早年 这个钱财方面的消耗还是比较大 我们来看这个掌球和纹路啊 掌球我们看到这个 还是比较饱满高的嘛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 这个掌测月秋的位置 比较饱满啊 这个这个地方饱满的人呢 一般的变通能力非常强啊 而且呢 想象力丰富 做事创意十足啊 比较注重这个精神世界和这个艺术领域啊 包括我们从这个太阳秋后期会讲到 太阳秋饱满的人也是对艺术这个有浓厚的兴趣 所以这个月秋饱满开阔的人呢 也能说明啊 为人是慷慨大方啊 包括从这个金星秋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特点啊 金星秋呢 也是偏饱满啊 体质还是不错的啊 金星秋包裹的范围呢 还算是比较大的啊 这个是为人慷慨大方不计较 这个人员家啊 贵人运不错 我们从这个太阳线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啊 那么湖口火星秋啊 饱满的人的一般啊 这个面对一些困难和阻碍是充满勇气啊 越挫越勇啊 越挫越勇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素质状态 包括我们这个看到这个第二火星秋啊 对面啊 第一和第二火星秋 这个第二火星秋饱满的人一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非常的强啊 即使是自己辛苦一点累一点 也不愿意走这些歪门邪道啊 所以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手指根部的掌球来看啊 除了这个太阳秋饱满高龙 那么其他的掌球倒是一般啊 包括我们看到特别的食指根部木星秋啊 有一些褶皱 并且见一些杂纹干扰啊 那么这也是传统手像当中的正才卫啊 正才卫的话说明了 正才一般的 从这个视野线的模糊 简单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正才本职工作呢 有一些动荡和起伏啊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小指根部水星秋来看 也是范围偏窄啊 加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钱财树稳 那代表这个在商业方面嗅觉比较灵敏啊 这个钱财 这个虽然正才不行啊 但是偏财方面倒是还是不错啊 排桌上手机还可以啊 或者是买彩票中奖概率高啊等等啊 这些偏财这个不长久也有风险啊 所以说特别是在投资方面是 这个不太建议这个偏财长期沉迷其中啊 这是偏财偏财运不错的一种这个特点 啊那么刚才提到了一点太阳秋 太阳秋饱满啊 并且呢 伴有太阳线的人啊 那么一般的是对艺术是颇有兴趣啊 太阳秋饱满的人呢 一般的这个正能量啊 正确的正面的这种世界观也是非常强啊 不会说是去走一些歪门邪导啊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质 我们来看这个纹路啊 纹路看是典型的川长啊 三大主线分开 特别是脑线和生命线初期没有出现粘贴的情况 那么这种分开啊 初期分开啊 说明了从小独立等事啊 而且呢 这个川长人我们都知道 敢闯敢干啊 有胆势有魄力 非常利于事业的一种这个手掌的纹路组合啊 那么同时川长人呢 他也有一些缺点的 就是他形式有一些大开大合啊 不太计较细节 容易形式仓促犯错误啊 这是川长人的优缺点 那么川长人呢 是要搭配一个比较饱满的金星丘啊 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够 将这个川长的威力和潜力发挥出来 这是川长这个一个纹路的特点 那么川长呢 其实还是要搭配一个非常深长的视野线啊 这个视野线还是痒一痒 这个视野线呢 有一些浅淡的弯曲断续啊 包括分叉啊 所以这个视野线还是需要养一痒 形态还是在这里的啊 形态还是能够冲破天文的 只是有些模糊浅淡的啊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视野线养成的话 形成一马平川的格局 在实业方面是能够啊 这个刚才讲的正裁 最少是非常稳定的啊 这是川长的一些纹路的一个特点 我们从流年来看一下啊 基本上可以看到 生物件初期呢 会见一些杂文和横文的干扰啊 这个横文干扰呢 是指在早年呢 学业受限 人是聪明人的 但是呢 学业受限啊 学业受到家庭环境的限制 这是早期两条横文的干扰 同时横文当中也伴随着一些导文啊 这个导文呢 说明从小呢 有一些生病住院的经历啊 这是从小体质倒是一般的 成年之后呢 导文消失之后 基本上这个身体无大碍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生物件前期 还是见到一些小的导文啊 和一些斜纹和分叉线啊 这种斜纹的这种干扰到生物件主体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代表早年 出入社会的一种动荡啊 包括遭一些坎坷 遭一些阻碍 交学费啊 积累人生经验的一种过程 那么从留年看 基本上到了27岁左右呢 这个基本上横文干扰消失 出现一条分叉线 这个分叉线呢 可以看作是啊 这个旅行文存在的一种 旅行文说明在外闯荡 在外发展的运势不错啊 出门遇贵人 这也符合川长人的特点 川长人的比较喜欢啊 爱闯荡啊 这个是分叉线旅行文 同时这个旅行文出现的同时啊 基本上从留年看 基本上到了278岁了啊 那么从这条这个生物件内侧呢 同期延伸出了亲密关系线 亲密关系看留年 如果出现在这个年纪就是 容易在感情啊 迎来这个姻缘和桃花的到来 但是亲密关系还是见横文干扰 所以说这个姻缘方面还是有一些好事多么 阻碍比较多 我们从这个感情线也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啊 感情线出现导文啊 前期出现导文 这个感情线出现导文啊 情线出现这种导文 代表该主线当中的一个能量出现减入啊 容易被一些烂桃花干扰 亲入其中 这是感情方面啊 见一些动荡 那么自从这个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生命线后期是基本上 非常的干净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杂文干扰和邪文干扰 所以后一后运十足啊 从这个30岁至30岁开始呢 基本上就能够这个运势是慢慢的渐入加进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属于一种晚成偏晚成的首项特点 那我们从事业线也可以看到对这一点啊 前期模糊啊 那么中期经过断开之后呢 后期的会慢慢的成型啊 并且呢 载温干扰比较少 所以说这个事业方面也是如此啊 也是需要经过一番这个时间的历练和这个积累 经验的积累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业线在中期的断开后 与延续啊 这个说明在中期还是有一道事业的坎啊 这个中间事业欲瓶颈 甚至会出现更改换改变行业 这种这个改换行业发展 或者是更换工作的可能啊 这个实质迅功啊 正才会出现一些动荡 出现一些褶皱的话 也就容易出现这种正才本质工作的动荡啊 这是属于正常的一种现象 那么有关财运方面 我们注意到财运线呢 还是有些弯曲浅淡啊 那么如果是说财运线非常的修长 非常的 这个深刻的话 容易和这个生命线和脑线 以及 以及这个事业线呢 它会相互组合成元宝型的纹路 这叫手握财库 手握财库是容易在财运方面有大进展 大突破 但是还是由于这个财运线不给力啊 再加上这个事业线呢 出现这种断开啊 这个事业欲瓶颈这一块 就容易产生这种漏财的一种特点 所以说财进财出 需要补充财户 才能够稳住财运 催往财运啊 这是整体的一个什么分析啊 如果是个困惑可以看视频 阻浪网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